文化部部长等相关首长 就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规划与建制 进行专案报告 那在报告前我先介绍 今天出席的在场官员们 提供委员们待会寻达的时候做参考 首先科技部部长徐部长 政务次长林一平 政务次长前中良次长 次长刚在啊 好 然后综合规划师叶志成师长 以及自然科学及永续研究发展师 陈于高师长 工程技术研究发展师赖副师长 在吗 上一场 它都合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 那个部长您您介绍一下 在那边介绍一下 在麦克风前 我们林次长 然后产学师的邱师长 然后中科管理局的王局长 综合规划师叶志长 然后前瞻师那个陈师长 那主计处的黄处长 然后对我们科技部主要就是跟这个 那个中信青春相关的这个主板都在这里 对 那 好 那么还有文化部洪部长 以及陈次长 还有主秘李连权 综合规划师洪世佑师长 文化资源师洪四方副师长 以及文创发展师陈岳怡师长 还有影视级流行音乐发展师徐怡君师长 人文级出版师朱瑞浩副师长 艺术发展师梁永斐师长 文化交流师周北基师长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施国龙局长 文化部影视级流行音乐产业局 许淑平副局长 还有我们卫生福利部 这个陈英作先生 还有卫生福利部科技发展组 陈慧娟科长 行政院农委会农粮局老美局副组长 以及工业技术研究院陈世谦 我们现在在场的委员有 蒋乃馨委员以及黄国书委员 现在我们请徐部长开始进行口头报告 我八分钟请 主席各位委员 非常感谢各位委员 对中兴军村未来发展定位的关心 科技部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就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规划 与建设计划提出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执政 那首先呢 委员会有一张 这个整个的 这个中兴军村的这个图 那这个图呢 请各位委员稍微看一下 这上面就是 最上面就是北核心 那接下来是中兴军村绿色整个那个 然后最底下是南核心区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 未来优质生活场域规划 建设主要是在中兴军村的部分 那中兴军村的部分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们会报告 有工商服务大楼 从上面看 就是希望让这个青年创业者可以进驻 然后接下来就是艺术村 那等一下我们文化部会就艺术村的部分 会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工商服务区 那也是通常它在有两个地方 然后在左边的地方有一个松原五六馆 那个就是我们有40户的整件的 这是管理局整件单身宿舍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儿童公园旁边 会有一个我们会营造农业市集的部分 那再往下在右边的地方 金城社区有16户的有券宿舍 然后再接下来一个小巨蛋 那个将来就文创活动会在那个地方 然后在左边那个地方有这个公园院的宿舍 那边会有展示未来 展示未来生活智慧 示范住宅示范区 那再接下来就是到南河群的地方 南河群现在就是中创园区 就是进驻了一些高科技的研发单位 包括公园院资测会 还有可数母百家泰等企业 然后再接下来有非常大的旗舰的企业 在申请这个创意的研发 那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在处理这个事情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报告 大概会围绕在中心这几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它困难的地方就是 很多的宿舍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有些有人住 有些没有人住 所以我们就是逐步的去做起 那我现在接下来报告 这个计划愿景 本计划呢是配合行政院将中心新村建构为 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的政策 希望建构具备国际化特质的永续居住环境 提供智慧化 食衣住行娱乐 医疗等生活机能 以吸引优秀青年创业者 到园区发展新创事业 而且结合园区南河群 以进驻的研发单位协助与咨询 如公园院支撤会等 提供公用开放式核心实验室 进行整合产学员的合作 进而发展创意设计 及提升产品价值 中心新村全区将作为 未来优质生活创新应用的实验基地 提供各种具全瞻与未来性的 产品测试与环境 将园区作为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 此外建议台湾人口以迈向高龄化社会 本计划将推广远距智慧健康照护 以中心新村作为示范实验场域 除了可以服务区内研发人员 青年创业者及民众外 并透过其使用及意见回馈 希望能将远距智慧健康照护 推广至全国 二工作项目 为了达成前述的愿景 并逐步朝愿景持续推动 本计划为基础性的前置作业工作 第一年之工作项目包括以下五项子计划 由各部会共同合作推动 一是文化部跟科技部有负责的 就是推动科技艺术发展 一建构科技艺术驻村集散地 提供科技艺术家创作聚集及交流之场域 招募诱导艺术家或青年创业者进驻 二办理艺术村前期规划 由文化部委托专案小组 办理艺术村规划推动临选等相关前期作业 后续再次前期作业结果 预计申选国内外艺术家进驻研究创作 促进国内外科技艺术家交流对话 以其落实科技人文之结合与交流互动 催化科技艺术创作能量 二整合性照护云端系统服务 这是卫福部负责的 要建构智慧云端量测系统 设置云端各馆团队 提供远距照护整合式咨询服务 这部分也有厂商会一起加入 第三 优质生活实验场域基础建设 这是科技部负责的 整建工商服务道楼 强化无线通讯网路环境 建构智慧安全监控设备 进行以上智能化的规划建设 除了可以提升园区厂商生活与生产等 工商服务机能亦有效活化中心青春 既有闲置的防射带动园区发展 是 优质农业市级这是农委会负责的 营造优质绿能农业市级宣传 国产优质农产品级 具生产追溯性建立从生活端 直接到消费端之供应链通路 营运假日农业市级 第五成立专案办公室 这是科技部和工业院会一起来负责 专案办公室将整合协调各部会作业 统整本计划各项专案工作 并追踪管考工作进度 有效推动计划之执行 三南投县政务于101年3月15日 公告高等研究员区内 约234公顷为文化景观区 104年4月18日公告文化景观保存维护计划 大部分范围皆划设为保存维护第一类 也就是原貌保存 其第二类也就是外观保存 但局部可弹性调整使用的 共占约74% 保存程度甚高 本部期望藉由本市计划 运用科技使得 处使得中心军独特的文化景观 得以保存并结合传统与高科技 成为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 活络中心心存 这是高等研究员区的一部分 希望各位委员支持 以利业务推动 那我们的详细计划的部分 在后面的这个书面的报告 那包括经费都是在里面 还有各部会相关的这个计划 也都在我们后面的书面的资料 以上报告 请各位支持 谢谢 好 我们接着请文化部洪部长 就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 规划与建制 进行专案报告 八分钟 请 召集人 黄委员 蒋委员 立法院的各位同仁 我们行政院团队的科技部 徐部长 行政院团队的各位同仁伙伴 各位媒体的朋友 大家早 非常感谢教育文化委员会 安排我们今天跟科技部 我们追随科技部 一起来做报告 那么本部依照大院第八届 第八会议 教育文会 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日程 那么来就 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 规划与建制 进行专案报告 并被执询 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 规划与建制 是科技部配合中心军村 未来定位所严定的计划 由各部会 共同合作推动 其中文化部份 为推动科技艺术发展 那么本部呢 请就以下 做简要的说明 第一个就是在科技艺术 在国内的发展现况 以及政策的支援 那么台湾的科技发展 已知成熟 人文艺术在国际上 也有相当的能见度 两个领域的跨界域的结合 及激荡碰撞 发展出更多的 更多的更多元的艺术的形态 不过科技艺术创作呢 成本非常的高 支援的整合呢 也是相当的有高难度 那么在这里头呢 包括了有设备 技术 人才 舞台 经费等等 因此呢 科技艺术界的人士 建议政府呢 成立一个军火库的平台 有建议此呢 那么建制一个 从实验 排演 到展演 具备永续性 破除传统舞台 迷失的专业展演空间 是有其的必要性 文化部从99年起 推动科技 与表演艺术 结合的一个政策 办理科技 结合表演艺术 传统艺术 以及世界艺术 等相关的计划 经过多年推动的 以逐步 那么 初具成效 近期绩效包括 周冬燕先生 与英国国际 剧场设计展 获得最佳互动 与新媒体大奖 黄丽先生 与灵芝科技艺术节 演出 并在纽约 知名艺术科技中心 中心 Santi-Air住村 同时获得 美国经济公司 签下全球代理的 经济约 安娜奇舞蹈剧场 那么也是在 灵芝科技艺术节 演出 同时获得 后续国际群会 演出的邀请 国光剧团的 小剧场大梦想 获得台新艺术奖 的提名 傅亚文小姐 祝村作品 受邀于波兰 新媒体 艺术节 展出 等等 第二个 第二点 以中心新村 作为基地 推动科技艺术 计划的 初步的规划 目前国内 缺乏科技艺术 专业实验的场域 培育 科技艺术人才 因此 文化部建议 未来规划方向 优先办理 科技艺术 祝村的一个计划 由科技部 中科管理局 整修14间宿舍 及31号仓库 提供科技艺术家 创作 聚集 及交流的一个场域 招募国内外 科技艺术家 或青年 创业者 进驻 并且由文化部 协助办理 艺术村规划 推动 临选 等相关的 前期作业 艺术村的定位 那么我们也会跟 欧洲合资研究组织 SERN 的 Art and SERN 的计划 作为范本 这个计划 是在 103年的时候 龙部长 那么到德国 访问的时候 在日内瓦 跟他们签订了 一个合作的 这个协定 SERN 基本上是一个 科学研究机构 在日内瓦 那这个机构的 发展积极的 艺术村的计划 让艺术村 进驻科学场域 进行研究 创作 那么105年 我们将有 两位艺术家 105年1月份 又将有 两位艺术家 到SERN 去驻村 那么我们 未来希望 在这个合作 成熟以后 能够到 中心 建制一个 驻村的 集散地 使艺术家 有机会 跟周围的 科技的单位 科技的部门 科技的公司 就未来 优质生活 实验场域 那么进行 进行互动 进行碰撞 第三 未来展望 为了充实 实验场域的 专业硬体 及空间 未来文化部 将研议 在中心 新村成立 科技实验 艺术科技 实验研究室 为 与工作 与工研院 来相互合作 进行技术研发 实验 以及合作 另外 我们建制 科技艺术 排练场 选择适当的场地 同时提供 专业科技设备 那么提供运用 或者是租用 第三个 我们建制 展演空间 那么提供团队 做成果展演 或者饰演 尤其是属于 数位汇流 这个方面 那为应应 科技艺术团 长期进度的 使用的需求 那么也会跟 科技部一同合作 跟科学园区一同合作 建制宿舍 办公室 会议室等等 那么使得团体 团队呢 能够运作 可以更顺畅 另外 引入科技艺术活动 办理科技艺术节 并加强人才培育 及媒合服务的方向 与科技部 合作办理 团队技术提供者 之媒合辅导 专业咨询 作为实验场域的科技 与表演艺术的 整合平台 我们本部 期望透过中心新春 实验场域 玩妥善的一个规划 形成科技 艺术合作的 一个良好的机制 以及有机性的循环 那么发挥台湾科技艺术的 丰厚实力 仅做以上的报告 也谢谢各位委员的支持 也恳请委员会 给予指导 给予支持 报告完毕 谢谢 好 谢谢 洪部长的口头报告 谢谢 现在进行寻达 每位委员 寻达时间8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为2分钟 10点30分 截止发言登记 委员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咨询结束前 提出处理提案时 若提案委员及连署委员 均不在场 原理不予处理 好 首先请陈碧涵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请 洪部长 好 请洪部长 我想中心新春 自从费省之后 我们一直为它的定位 有过很多的思考 然后也曾经 在2002年 想把它作为大学成计划 在2006年 也有艺术家驻村计划 2007年 还有人提议要做MGO的会议中心 那么2008也有提到养生村 那2009爱台12建设 这个时候 我们才正式把它定调在高等研究员区 那这样的一个进度 当然刚刚徐部长也有报告了 现在有厂商进驻 有一些绿能 或者是研发 以及还有招商 这个进度 我想我们都很关切 可是洪部长 我现在想要跟您救教的 最重要是 刚刚徐部长在报告的时候 这个专案里头 第一项就是推动科技艺术的发展 我想您应该很清楚 本席在第五会期跟第六会期 总咨询的时候 我已经提出要在中心新村 打造一个科技跟表演艺术的 跨域实验基地 这也获得这个院长的支持 所以那时候指派了 我们之前的张善政部长 以及现在的蔡玉玲政委 来协助把这样的一个 所谓科技跟艺术跨域创作 实验基地把它落实 我们也盘点了 其实相当多的一些资源 包含了我们去中心新村的 高等研究园区 其实中科管理局在这里 帮忙了很多很多的一个 这个协调工作 还有我们科技部 跟国家实验研究院里面 所拥有的技术跟资源 那我们最重要 要推这个基础研究计划 其实本席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在座的各位了解 这个不会只是说 只是为了表演这件事情 也不是只是为了说 因为现在国际上 是有数位艺术正在流行 所以我们要去盲目追寻 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 不是的 本席当初提这个建议案的时候 是因为我看到了政府非常努力 也就是我们是一个IT大国 可是我们的产业只有代工 我们那个可以获得的 加值的利润呢 往往都是因为 我们的科学家 我们的研究研发人员 他有专业 可是他却没有消费端的命题能力 也就是他缺乏想象力 而我们的表演创作者呢 他最拥有的就是 丰富的创作力 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都知道 往往他在电影里面 剧情里面所演出的那些 所有的设计 几年之后 他真的就是变成消费产品 所以我那时候是认为说 表演创作者 他没有程式科技的背景 所以他光有一个想象 他没有办法落实 突破他的表演形式 尤其像现在有很多的 浮空投影 虚拟实境 那个创作的形式非常多元 我们有创作的渴望 可是我们却没有创作的那个实力 而这个研发单位的科学家 跟国家的设备资源是充分的 因为我盘点过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希望 这两个族群 如果可以有一个实验对话 直接对话的一个机会的话 其实从我们艺术家的命题 跟想象里头 对这些产业端的这个工程师 是有很大的启发 他可以转到他未来消费产品的一个设计 创架里头 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为什么我会看重重新新春 是因为他在清泉岗有37条国际航线 而且国家歌剧院正在那里要启动 他的定位也想要走艺术 就是数位艺术 他有富有文化政策 要往西进 所以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新新春的周边 不管是草屯 雾峰 乃至于我们的这个大理 这个智慧园区 还有亚洲大学 中新大学 那个智慧博物馆 然后往南 还有我们有那个陆港 云林等等 这些艺术产那个聚落 是非常完整的 那我那时候很希望 如果透过这样子 科技跟数位艺术 可以对话 然后创作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那里定点 做一个数位艺术节 而且它可以成为是一个 国际有品牌的艺术节 其实部长您晓得 今年欧洲十二大艺术节 他们在票选 最具有影响力 这里面就有所谓的林芝 你刚刚报告的 那我们台湾在这方面 因为这个数位艺术的展演 需要很多的资源 它不可能在每一个剧场 都设数位剧场 因为这里面的设备 还有它因为空间不一样大 所以城市设计 每到一个剧场 就是重新一个挑战 所以它有必要在一个地方 去打造一个数位剧场 然后在这个剧场里头 把每个艺术家跟科学家 所研发的这些东西 在这里展现 所以我想这里面 还可以带动了一个 所谓的创作 各取所需 工业发展 可以去加值利用以外 最重要在这里头 我们就是可以 其实我们民众可以去思考 我们假设以工业园区的模式来看 其实我们的先端技术 工业院就是在做研发 当它研发出来的东西技术 它就移转给厂商 好 这个厂商呢 就把它变成一个商品 然后它就行销到世界各地 那表演艺术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有个实验基地 我们今天利用科技 有了一个idea 之后它就会有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就可以在各个地方去展现 然后这个展现之后 它又可以变成消费的一个应用的 那个灵感的来源 好 我想表演艺术 如果它是一个产业 它就必须在这一个地方要打通人独二脉 好 那我想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本席诉求的 那部长刚刚有稍微提到 我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中兴新村里面 还要做一个幕后技术的制作与人才培育中心 也就是所有的这个跟表演艺术有关的幕后技术 不管是灯光 服装 这个造型 乃至我们的动画特效 电影的后制特效等等 在这个地方把它集中起来 因为这是高等研究员区 里面全部都做的是研发 还有技术的养成 好 那所有的人才在这边接受订单 来这边制作 然后发展出新的这个产业链 而且它是一条边 那么它还可以使得学校的课程 可以来到这边见习 实习 那么在结合我们常常在讲 文化部没有办法升任人才培育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把核心职能跟鉴定标准 这个系统引进到这个人才 就是培育中心里头 事实上它也可以做这个考照 所以考照这件事情 现在我这一次总咨询的时候 已经跟江院长 不是 跟那个毛院长讲过 核心职能鉴定 它接下来的下一步 应该是要去做抵免学分 让它非常有弹性 也就是说年轻人 如果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不需要在很僵化的教育体系里头 必须读个四年六年或者八年 然后它能够有创业机会的时候 它就去那个实际的工作场域里头去印证它 当它不足的时候 它就回到校园里头 其实这是一个以文化部的需求 带动教育部来协助我们 参与我们的第一个发端 我在想这是改变我们以前都是 教育部做什么 然后我们文化部跟在后面看看 我们可以做什么 现在不一样 如果在中心新春本席这样的一个计划 再加上您刚刚报告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蓝图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从文化政策 人才培育的角度 结合现在发展的所有的这个制度 还有我们国网中心 国家实验研究院有 辖下有六大中心 透过云端的媒合 这些技术全部都可以引进进来 然后把国际做数位科技发展的人才进来 我们在中心新春就可以做我们的国际艺术节 我想今天本席讲的都是这个重要的精神 透过今天这样的专案报告 我想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个主张 让大家都了解 然后在座的各位 您以后就是这个资源跟计划的推动者 我想如果有清楚的了解这个概念 往后我们做的这个方向就不会偏差 那更重要我想有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徐部长 红部长 那个中心新春 他的使用的弹性 这可能要再去后续的努力 然后我今天也有个临时提案 就是希望红部长协助做一个平台 跟省政府能够协商 我们需要挑高的空间 在不花任何其他的硬体建设的费用之下 去建造我们的数位剧场 以及一比一的排练剧场等等 这个提案再请部长您好好的协助 可以吗 好 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振 您所提的 那么我完全认同 而且我们现在也朝这个方向在做 大概我们会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也就是说艺术驻村的事情 那么也非常感谢科技部 正在修缮14栋跟31仓库 这个将来我们可以用国内 跟国际的科技艺术人才在这里合作 同时透过科技部的媒合 跟科技单位合作 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的问题 那我们事实上是希望 这个区区科学实验基地 变成一个大的产业链 尤其你刚刚所提到 那么backstage center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会在这里 同时在这里进行产业合作 那么现在我们在跟这个 流行音乐界已经在 跟教育部这平台已经建立了 就是说我们用的是学分学成 而不是学位学成 因此他在这个修过这个学分 他就可以进到这个行业 那另外你刚刚所提到 这个核心职能 那我们跟老委会 已经把一些核心职能 做了一些修正 我们还在继续修正 未来这个核心职能 那么分成两块 一块它有这个职能 我们给它认证以后 让它加值 然后使得业界能够找到人才 第二个 这个核心职能的专业的 这个征兆 那使得它将来 到这个业界可以去 所以我想最重要 在中心新春 要把这个制度引进 然后把它发展出来 还有不要忘记台中市 跟我们的南投县 我们这个区域整个 乃至于像云林 我们都应该一起 邀请他来 进来一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规划当中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黄国书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有请徐部长 好 徐部长请 林次长 林次长 还有林次长 这个中心新春要转型为 科技艺术村 这个方向很好 但是成败的关键在哪里 在人才 我们有什么可以留住人才 这个很重要 我想请问一下徐部长 我们一年 有多少公私立大学的教授 被对岸挖角 我们并没有这个统计数字 没有这个统计数字 好 那我问你 科技部有没有 帮对岸学校或机构 征裁的这个业务 有没有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那你们的官网上面 再帮人家征裁了 你怎么解释 这个不是科技部的业务 对不对 你说这个是 疏师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讲 台湾的高科技人才 当然还包括艺术的人才 流失啊 留不住台湾啊 你们都没有 因应的对策 一年有多少人啊 非常多 结果你们一无所知 你们不止没有对策 你们也不晓得 到底有多少高阶人才 外流 被挖角到对岸去 你们自己的官网 还大大大地帮 对岸的学校机构 争裁 这太讽刺了 部长 好 你说这是一个疏师 那你认为这个疏师 要不要 有科技部的同仁受到惩处 你认为该不该 我想我们 现在 在了解详细的状况 业务的部分 这是疏师吧 我问 我想是疏师 是疏师 好 那该不该有人受到惩处 我们会看清 看清晰 我想我教育教育会了解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可能陈处 我想一定会有一些 防范跟 未来的一些 那当然要啊 这一个事件发生 本席要求 一定要有 陈处的作为 哪一个单位负责的 科技部哪一个单位 目前是 这个资讯处 资讯处 那处长不用负责吗 我想我们会 不用负责吗 负责所有的事情 当时是变成 你起码资讯处 处长要有惩处 我想真正负责 就是部长负责 部长负责 部长 是 那你自行惩处 我自行惩处 说得很轻松 部长 做起来很多事情要做的 部长 往后如果再有一次 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要怎么处理 不会让它再发生 不会让它再发生 很好 OK 如果有的话 部长你自行下台 要下台是非常容易的事 当然 我自己做好 是比较困难的 这你们的官方答复了 如果再有一次 你真的要下台了 好部长 次长谢谢 请回 好现在有请 文化部红部长 陈正次 还有影视师 徐次长 好来请 同部长 徐次长 对 陈次 部长 上个礼拜六 是 上个礼拜六 我们文化部 有办一个颁奖活动 叫金银奖 是 部长你有参加吗 我那天因为是 有其他的会议 所以我们请次长去代表 所以你不太重视金银奖了 也不能说 因为确实有 你会参加金银奖 你不参加金银奖 好 没有关系 我不追究 你有什么理由 当天 11月7号 刚好马席会 当天晚上举办金银奖 我想请问一下 部长 当天的金银奖的活动 媒体的解读是 金银奖变成了 呛马大会 对 好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你认为当天的活动 变成呛马大会 跟马席会有没有关系 我想当天的会议的 意见的表达 那么正好说明了 我们台湾是一个 自由民主开放 多样性的社会 有没有关系 那我们是一直 是非常支持 那么 很支持呛马吗 做多样性的意见的发表 好 那么至于是不是 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吗 你的判断吗 我倒觉得是 个人意见的表达 个人意见的表达 好 那我问你 媒体的解读 好 有多少人 在那个颁奖活动上 对马表示不满 呛马 我想 对 就个人的态度 有多少人吗 有多少人 因为当天我不在 大概有两位到三位 陈正事 来 你有在现场我知道 当天整个会场 三个半小时 的确是有三位 有三位 好 有没有办法放 当天媒体的 一段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好了 好 那个陈永宏市长 你就坐在第一排 脸色铁青 好 你说 有三个 你认为这是一个个别的行为 还是音乐创作界普遍的新生 我个人认为是个人的行为 当天上台的起码有 个人的行为 那你没有看到现场啊 掌声雷动啊 个人的行为吗 现场全场是欢声雷动啊 报委员大概有四分之一吧 前面有四分之三是没有掌声的 你要不要再看一次啊 你要我再继续放吗 我再问一下 部长 你之前知不知道 这个金银奖颁奖典礼 现场会变成呛马大会 你知不知道 我想任何一个活动啊 我们都没有所谓的预期会 你不晓得 好 问一下 陈正次 你知道吗 我们事先 早就知道 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 有这样的活动 可能 可能 对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之前就知道 你有没有去针对 这些可能 呛马的音乐 创作界的人士去疏通 我觉得我们尊重 他个人的一些 言论的自由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会用这样 这样比较 比较 比较怎么样 激烈吧 激烈 好 这个事情 您有跟总统府报告吗 这跟总统府 毫无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陈市长 我知道你来自于 总统府的公共关系 是 你跟总统府的关系 应该是很好 你说 总统府有没有 跟你表达关切 有没有跟你表达不满 有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老实讲 文化部常常说谎 我现在不晓 是不是该听你的 确定没有 确定没有 没关系啦 市长 如果有的话 你现在跟我讲 我不会跟人家讲 没有 真的没有吗 委员不用太期待 绝对没有 我不用太期待 我告诉你 根据 有人跟我说 这一 当天的金银奖 颁奖典礼的第二天 总统府就跟文化部 表达严正关切 要求不能再犯 有没有这个事情 我从来没有接到过 确定哦 部长 绝对没有 不可以说谎哦 我绝对没有说谎 因为这个事情是 关系到一个事实的 真实的问题 好 部长 那我问你 我想要了解 那你要去知道说 为什么音乐界 会对 马习会 会对马总统 有这样子的反弹 为什么 那当天的 这一个金银奖的 颁奖典礼 会有这样子的行动 作为 你认为 该不该 文化部必须要来了解 要来了解什么呢 他们的作为 是不是对当前的 创作环境失望 还是 对文化部的 整体的音乐创作的政策 不以为然 还是 就是对马总统领导的 整个政府的市政不满 你总是要去了解嘛 那你认为 我刚刚讲的这三点 第一个 我们当然会去了解 但是在本质上 我们认为 那么 流行文化最大的特色 它的批判性 以及它的创意性 那么 尤其在音乐方面 那么因为 它的批判性 跟创意性呢 那么才使得呢 它变得啊 那么具有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创造的 创造的充力 那么这个批判性 跟创意性呢 有一个东西需要连结 就是啊 内在的自我反思 那内在的自我反思 可以 好 照你这样讲 就是文化部整体的政策 我们都不需要反省了 因为反正 创作人 他就是会 批判就是会反思嘛 整个政策我们是不断 在做滚动式的 不断在 在检讨 所以这 对这个会议 他们的意见 我们是非常重视 我这样问你 当天 他们这样子呛马 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认为 你认同他们吗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 那我们尊重言论自由 好 那么尤其是对于 好我再问一下 最后了 我再问一下 你会不会针对这一些 当天呛马的音乐界人士 秋后算账 当然不会了 所以这几位人士 是谁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那所以嘛 所以没有参加 所以部长 你根本都不关心 今天讲的这个奖项 会对从整个东西 整个问题 做一个分析研究 但是我不会去管 这些事情 好我再问 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金马奖 马上要登场了 11月21号 下个礼拜金马奖 对 部长 会不会还继续有 呛马的行动出现 这个我不做预期 我不做预期 你也不会有任何的 当然不会 先前的处理 百分之百不会 这是我们文化部 绝对不会去做这种 这种蠢事情 刚刚陈部长说 金奖之前 他已经有知道了 不会 陈正次 金马奖 有没有消息 跟你到那边 会不会有类似的 呛马的行动发生 部长以作为回答 我们不做任何的预期 好来 咨询时间到了 汉会员 文化部还是要针对 整体的创作环境 做检讨 好不好 我们一直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谢谢 好来 谢谢 接着请江奈新委员咨询 主席有请徐部长 徐部长请 我刚刚谈到中心新春高点园区的问题 我就是说行政院有没有核定 把它有关优质生活实验场域规划和建制 因为这个部分 跟当时行政院核定中心新春高点园区的方向定位 已经是不太一样 包括它的财务计划 赏载的至长性的比例 统统都不一样 所以当这种情况下 已经变更了行政院当时的核定的内容 需要不需要跟行政院报告 需要不需要行政院重新核定 在正常的程序上是当然需要 因为当时高点园区并没有考虑到 近来有差不多将近90% 被划为文化景观保存区 而且这个文化景观保存区里面 又有74%是不能动的 是第一类跟第二类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高点园区将来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走法 当地方政府把它划为文化景观区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问请教龙部长 文化部的龙部长 是不是应该由文化部来接 甚至把这个高点园区把它拆开 南核心的部分有科技部 文化景观区的部分有文化部 这样子才名正言顺 而且各负责职长 可是当时龙部长坚持不肯 然后要科技部来负责文化的保存景观区的部分 当时我有去高点园区去看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计划跟原先的计划完全是90%不一样 怎么不要经过行政院的核定呢 当然是要经过行政院的核定 所以我才刚刚问有没有经过行政院的核定 就是说行政院到最后是不是同意 把这个文化保存景观区 把它变成生活这个实验场域和灰 这是行政院到最后要决定的事 对不对 是 我来说明一下 其实这一路都是行政院这边 请这个政务委员来协调规划的 那从102年10月17号 就是那时候就是请国科会持续拿核心的部分 对 部长 然后103年 你现在讲到这个部分 我都看到你报纸 报告上都有 是 是 是 所以我想这个时间关系 一路都是行政院 虽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的主持 可是他毕竟还是不能代表行政院的院会 但是 还是不一样 他那个我们现在的两亿的经费 将来以后要不要经过国发会 照正常程序还是要经过国发会 有关你的财务计划自常性的问题 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国发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政务委员的主持 不代表行政院 因为行政院好多政务委员 可能各有不同的意见 部会之前也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是我刚刚提到的问题 是 但是最后 这个时间的问题 我再想请教一下 这个洪部长 洪部长请 最后这个预算 的确是毛院长亲自核定的 我再补充一个 这个毛院长还是不能代表行政院会 我还是提醒你这一句话 部长 一个园区 90%是文化景观保存区 然后90%里面 74%是不能动的房子 文化部为什么不愿意去接管 我们跟委员报告 就是当初我们跟那个 馒头文化局 我们跟他做一个主动的协调 那么他分成三类 那么第一类是完全不能动 那么第二类呢 是可以做内部的 原则上是不能动 可是某种程度局部是可以动 但是外面的如果做一些 小部分的修赛也是可以的 那么当初我们请他们 做了一个评估 做一个那个 整个园区的评估 这个计划 那么我们是希望它加快速度 所以后来它加快速度了 那么而且我们自己呢 也跟南投文化局 跟他们协调 就是对于这个文化景观的管理 那么按照文字法来 你不要 那么定一些你自己的细则 然后让这整个园区呢 整个被卡在那里 那南投文化局也同意 所以我们跟南投文化局呢 跟局长我们有个平台 我们文资局啊 跟他在这个方面的协调 那在这个方面啊 我们甚至进一步的也跟他们去谈 未来跟什么合作 因为90%的是文化景观区 对 为什么文化局 文化部不能主导这90%的区 因为当初的文化景观 为什么一定要科技部去处理去 文化景观的划定啊 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我知道吧 可是你将来文化划定以后 你的运用嘛 对不对 你的运用为什么不能 所以我们现在在艺术 这个科技跟这个文化结合等等 这些都是跟文化部有关的东西 因为当初化规的是科技 那为什么文化部不愿意去 这是我到现在为止 还不能接受的 我们现在是有两块 那么一块就是 部长 你现在要 这边要弄一个艺术村 对 旁边的九九峰呢 九九峰当时不是叫艺术村吗 弄了多少年 编了多少预算 到现在艺术村是哪里 没有了 九九峰我们现在是 我们在那边是一个 属于这个生态园区 是低密度的 从艺术村已经变成生态园区了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断层带 这个部分来讲 在那个地方 你做国际艺术村 尤其是国际艺术村 到底地点合适不合适 九九峰后来在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被否决掉了 保障岩你有没有去灌过 有 有 保障岩怎么会变成艺术村 对 就是农部长当时在台北市政府 当文化局局长提的 然后由文化部 文化局主导 然后变成艺术村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你文化部 你才知道国际艺术村 应该是怎么去规划 对 所以现在我们在 你怎么会由 由科技部去处理去呢 我们现在跟科技部在合作 对不对 我们在规划主导这些 科技部将来的房子的整修 要不要经过你文化部 还是要啊 对不对 你要提供 因为你将来要使用 不是局长 照文资来讲 不是局长 你要让我的话讲完 你不要先跟部长讲意见 我也知道 如果是照文资的话 是不要经过你 可是将来 整修完那个房子 给你文化部用的时候 你要不要追求你的意见 对 当然要吧 对 如果他给你整修出来东西 不是你如意的东西 你要不要 是 对不对 既然通通都要经过你 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主导 对 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 文化部不应该这样子做 所以他现在那个科技部 拨给的我们14栋 还有30条仓库 这个是我们在 在主动 难道只有14栋 和三个仓库是这边吗 那么另外 他还有一个文创园区 这一块 那还有中心新村 现在 还有一千多户住在里面 对 你这个十几栋 是夹餐在里面 其他人赞成不赞成 你在 在我住家旁边 弄个国际艺术村 所以在这个 这个方面 民众的意见 你们有没有去听过 争取过 对 这个方面 我们是有去了解了 那么而且他们那个像 所以这一千多户 通通在乎吗 地方的民意代表 也把这个意见 对 地方上通通都 那些住户 通通都赞成 你们去搞一个 这个远距云端的东西 搞一个青年创业的东西 对不对 搞进艺术村 民众都会有意见吗 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应该是一个文化部 主导的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中心新村 这个文化景观区 我将来要整体做什么 应该是这样 科技部就去管科技研发 对不对 科技的产业 科技部哪里有时间去管 哪有这个能力去管文化部 这个文化产业 文化创业 他现在是科技部 做了好几个分工 有卫福部 有农委会 文化部是其中之一 文化部对科技 艺术的结合 我们是全力在做这方面努力 同时我们也准备跟台湾省政府协调 你还是坚持不肯来主导这个文化 因为他已经全部 全部划归给科技部了 那如果划归给文化部 文化部 这是可以调整的嘛 你们担心什么呢 这不是问题吗 那所以你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可不可以讲出来 让我们了解 所以他现在是由 文化部不愿意的 文化部不能接的 文化部不愿意接的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那文化部对于这个艺术这一块地方 我们绝不推脱 而且最属于现在14栋 加30条仓库的我们也在进行 那另外呢 我们也在规划 未来的小巨蛋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backstage center的 这样的一个构想 对吧 部长你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应该你文化部去主导 整个警官园区才对啊 这应该是你去主导才对啊 我们能够主导 固然是好处 但是现在整个全部 是由院里头统筹 请问部长 有科技部在做 如果请文化部负责 科技研发的事情 你没办法做 我们在科技 你没办法做吧 所以我们在那边 跟科技部合作 如果文化部负责科技研发 你做不起来嘛 那同样的 找科技部去负责文化的创意 科技部做不起来嘛 所以我们跟科技部 就有一个平台 哪有这种事情的 来处理这个问题 跟文化部做的事情 要科技部去做 我们比如说 科技实验中心 我实际上是搞不懂 如果当时台北市的保障研 是由别的单位做的话 保障研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文化部 还是勉为其难的 把它承担起来 真的 90%的文化情况保护区 让科技部去管 现在是 真的是不对 如果说将来 回到2000年以前 会化归给一种 整体玉竹村的话 那我们当然文化部 所以套用 那个艺术化 那你红部长 比你龙部长还要牛 是不是 没有 因为他现在 他现在整个是 是由院里头 交给科技部 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不能院主带炮 但是你都提出 跟文化艺术有关的 我们现在都在做进行规划 然后重新做规划 科技部就负责南核心 你就负责文化警官区 各得其所 对不对 这才是正途嘛 谢谢 谢谢 事实上我们中科管理局 王局长已经变成文化专家了 真的辛苦了 好 接下来 赖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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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何欣存委员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我想在请部长上台之前 我真的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高等研究园区 在中心新村 到底是科技部要主导 还是文化部要主导 说了好多好多年了 到现在没有一个定案 虽然刚刚我们红部长是说行政院高层是让科技部来主导 但是这整个中心新村的整个园区里面 我想科技部能够使上力的我想很少 再来 我昨天还从七十四号县经过 我一直很纳闷 当初这个是谁定这个名字 高等研究园区 难道还有低等的研究园区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高等的研究园区 到底定位是什么 我想主席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到底是要由科技部来主导 还是文化部来主导 我们通通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高等研究园区 什么是高等研究园区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家必须去 省私的第一个问题 我抛出来 那我接着 我再请教 我先请教科技部部长 好 许部长请 部长 我刚刚讲的 什么叫做高等研究园区 我觉得这个要去思考 那我现在看你们提出来的一个报告 等于就是把所谓的智慧城市的概念 放在这里面 那请问一下 你要在中心新村推这个所谓的 类似智慧城市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园区 跟你在中科 南科 竹科 跟现在行政院 国发会 他们在主导的一个智慧台湾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这个 即使是智慧城市 其实就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 每一个智慧城市都有很大的差异 跟当地的环境是有很大 那所以我说部长你要告诉我 你界定给我听 在中心新村这个高等研究园区 你们要推的智慧生活是什么 有特别高等吗 我想我们有时候会讲就比如说前瞻研究 那我们如果是说这些研究不是这个就不前瞻 也不宜啦 那高等研究园区 所以我才要问嘛 什么嘛 所以高等研究园区 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就是以研发为主 那研发那以目前你们所打算引进的研发的一个产业的方向跟定位是什么 是 就是说没有那种大量制造生产 就是污染那种是排除在外的 你这样说得很模糊的 我说那你具体讲了一个产业嘛 有潜力有未来的一个产业嘛 你告诉我 是 就是除了就是他的研发设计在那个地方 部长 所以我说你们都专家学生啦 博士搭到这些去 但是就不清楚在地的需求是什么嘛 是 那个 我告诉你啦 南投中心新村不做给我们台中大理来做啦 我们那里有软体科技园区啦 我们现在呢要有一个纤维工艺博物馆啦 这个就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啊 纤维工艺为什么我要这么讲 他有传统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衣物 从古早时来到现在 我们不断的在演进的就是我们的纤维工艺嘛 是不是 而且原台中县就累积了大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精致的一个手作的工艺品嘛 是不是 那纤维工艺现在有没有进步 非常的进步 我相信我们科技部里面的科研计划里面有大量的一个研究计划 我们现在台湾的成衣业啊 上市上櫃的啊 我不要讲哪一个啊 碳级碳约要是什么呢 因为他研发了新的一个布料 这个是什么 纤维技术的创新啊 是 全世界都要来跟台湾买啊 我们甚至可以在航碳的工业里面用到纤维的一个创新的技术 是 这个是算不算研发 算 算嘛对不对 那所以中兴新村不能做的给我们做 我希望科技部跟文化部到我们那边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的是传统的手工 纤维的工艺 我们累积了大量的一个能量 我们要的是创新跟研发 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 科技部就是不了解在地嘛 你就不知道嘛 不怪你人家推脱 到底是要科技部来主导还是文化部来主导 事实上是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来做 而你们这个沟通平台 都太形而上的学术论述了 去了解一下在地的需求 而我刚刚讲的纤维工艺 可不可以变成是产业量化的技术 可以啊 那是可以退台湾探极探外汇的一个 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技术嘛 那我讲的这个算不算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 这样当然算了 算啊 那你要不要支持我们的纤维工艺博物馆 支持啊 支持啊 好那我问文化部部长 来请部长 好洪部长起 部长我点出这个方向 你值不支持我们的纤维工艺博物馆 是我们上次陈次长已经看过了 是看过了吗 基本上 基本上我是支持 因为当初在台湾省的时候 那么台中我们的定位是属于纤维编织 是 那这边有非常深厚的那么铁野调查 是 那么同时呢台中呢有很多 比如泰雅族的编织 优马 是 橡皮部落都在那个地方 部长你不用 是 如属嘉珍跟我属 我只要说你要支持 那预算要不要支持啊 科技部要不要来技术支持啊 我讲文化部我们这边将来在编预算会做支持 我们在历史三起里头 那么会把它列入到里头去 文化就是生活的累积啦 对 不要把文化搞而行而上啦 从人民的生活当中来想啊 是 文化工艺 科技 科技是为了人的生活而研发创新的嘛 是 是不是 是 所以 我们跟科技部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平台 那么我们都有定期的有会议 同时我们也特别成立一个科技汇报 跟科技部合作 部长我就是要问你啦 你们有联系的平台啦 是 我再呼应一下那个习大大所讲的我们要共享历史哦 文化要共协哦 你们你们的师长在支持的时候说什么 海峡两岸原本就有几代相连的血缘跟文化 我这听起来好像很白鸽哦 这好像他呼应习大大一样哦 那我们这一个文化研习的一个平台 你们认为是要做什么 他这个平台最主要是在 呃 主要是以产学界哦 来做交流合作 那么意见的交流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定位 只有产学界吗 对 我们把它定位在民间 你把它定位在民间 对 但是呢 你们在你们的新闻 里面是希望呢 能够关照到文化治理层面的 有效方案啊 是当前两岸交流的重要课题啊 那我就要问啊 文化治理层面的有效方案 透过你这样子一个研讨会 从去年办到今年 讨论个什么东西来 刚刚 华安委员在问说 在金银奖上 我们的流行乐手得奖的人 可以在典礼上 大声喊马英九下台 部长 你认为在中国类似的场合上面 他们的流行乐手 可以在那个场合里面说 习大大下台吗 所以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台湾了不起可贵的地方 台湾了不起可贵的地方 我们透过 我们可以在总统府前面 骂马总统 但是大陆人可以在天安门广场 骂马总统 这是我们伟大的地方 伟大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伟大的地方 Freedom 所以呢 你敢不敢在中国 这个两岸的文化研讨会里面 大声的讲 你今天在这里跟我大声的讲 你在这样子 类似的两岸的文化研讨会里面 敢讲吗 文化研讨会 你们有讲出 点出说 我们的流行乐手 去到中国 讲了不利 他们习大大 或是高层的话 就要被消音 就要被前置 言论自由 你敢讲吗 我们的电影 赛德克巴莱 去到中国 马上就被吓骗 不能播音 不能上映 你敢讲吗 你们在说文化治理的有效方案 你们在这样子研讨会里面敢讲吗 我们要求的就是 我们绝不接受你大陆 要跟我定一个什么文化协议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的是具体的实物实的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你刚刚讲的 所以之前 荣耀台部长 积极要运作 两岸要定文化协议 而你洪部长不要 对不对 你们的立场改变了 定一个什么协议 因为协议就是一个大的 大的大的 大的 好 那我刚刚的问题 你没回答我嘛 在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 你们司长说的啊 海峡两岸原本就有 几代相连的血缘跟文化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研讨会里面 请问一下我刚刚的问题 你说我们台湾最伟大 最难能可贵的一个民主资产 就是我们的言论自由 Freedom 那请问一下在这样子两岸的一个文化研讨会里面 你身为部长 身为我们的司长 我们所有重要的政府官员 敢在中国来参加研讨会的不管是学者专家 不管是官员 我们想我们 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会议当中 正确的表达我们的主张 正确的清楚的表达我们的立场 你们最后还说文化部期盼啊 借这个会议能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意见平台 为两岸的文化治理层面提供具体的建言 具体的建言是什么 部长我今天要提醒你的是 你办这个要有意义 要有具体的一个方案 你既然提到文化治理 希望是两岸可可以共同来建言的一个具体方案 那先要把台湾最宝贵的言论自由 台湾的流行音乐 台湾的电影 到中国能够自由的 对 这个是我们 这是我们跟他坚持的 能够无拘束的 不用经过审批制度的 可以上映 这个才是你们要在这样子办这种研讨会 办类似的所谓的两岸的文化相关的 这样子的议题上面 你们该去据理力争 该去大胆的表态 对 那请问一下有吗 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一贯的立场 在去年跟今年的文化研讨会上有吗 没有啦 部长 好 我们咨询时间到了 这个就是我指引的地方 拜托 为了台湾 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 你要坚定立场 好 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家利益 我们一定坚持我们的立场 是 谢谢 谢谢 林德福 林德福 林德福委员不在 黄昭顺 黄昭顺 黄昭顺委员不在 潘伟刚 潘伟刚 潘伟刚委员不在 油美女 油美女 油美女委员不在 陈淑慧 陈淑慧 陈淑慧委员不在 杨玉欣 杨玉欣 杨玉欣委员不在 报告委员会 登记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咨询完毕 委员 郑立军 杨玉欣 陈亭飞 吕玉玲 许智杰 陈淑慧等 至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关于今天议程座如下决定 一 对于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 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 二 本案报告及寻答结束 接着我们要处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其他科技发展计划中有关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 规划与建制计划冻结两亿元之案子 那这个待会我们回过头来处理 现在先宣读临时提案一案 请宣读 行政院以政策高度推动科技表演艺术实验场 实验基地除艺术家进驻合作及展览空间外 另有设备剧组织幕后制作及人才培育中心 幕后人才培育中心是表演艺术产业的重要环节 盘点中兴新村资源后认为省政资料馆 具有挑高之国际会议厅、宴会厅与其他小型空间 是作为数位艺术剧场的绝佳场所 而小巨蛋作为幕后制作及人才培育中心 文化部限里规划科技实验室建制科技艺术培验场 排练场空间及会议室、办公室、宿舍 作为发展科技艺术基地之基础设备 然缺乏数位艺术剧场幕后制作及人才培育中心 原始建请文化部协调台湾省政府成立跨部会平台 积极推动省政资料馆成为数位艺术剧场等比例 之排练场、小巨蛋可作为幕后制作及人才培育中心 以为我国科技表演、艺术跨域 实验机器打下稳固根基 提案人委员陈碧涵、蒋乃鑫 联署人委员黄国书签读完毕 对于临时提案、科技部、文化部有没有意见 文化部遵照办理 好 谢谢 那就临时提案 委员我们把他就是让他照列好吗 好 谢谢 是 谢谢支持 报告委员会本日议程处理完毕 现在散会 谢谢各位 好 请各部会积极办理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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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谢谢 你说辛辰当主席 你说什么 我还没听到啦 郭树 你刚讲什么 辛辰怎样 在挺他啦 他希望大理 大理啦 对对对 是啊 我还没看过 谁又有啊 我都能见到 我都能看过 我跟他在这一座 一座 主持人是一個部分名 motiv活的。 有慣會公辦。 那之後,你會希望分無他接 ration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